大家好,这期的经典支线回顾,我们就来到白曼城,看看与该城一位女红人有关的一段非常值得讨论的支线任务 首先这条支线的开局,我们抓根宝应该都在巨龙危机的主线前期经历过 因为一般就在我们除掉西部哨塔的巨龙,回到白曼城向巴谷府汇报的途中 我们在进城之后就会遇到白曼城的卫兵正在驱赶这两位试图进城的阿里克尔战士 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位来自洛锤省的阿里克尔战士是想来白曼城搜寻一位女红人 但是守卫则认为他们是过来惹麻烦的,所以就让他们立即离开这里 然后在转身看到我们之后,其中一位阿里克尔战士就会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帮他们寻找那位女红人 同时也承诺会给我们相应的报酬 但是对于那位搜寻目标他们给的信息也非常简单 只是提到她是一位外来的可能使用化名的红人 而且在我们询问他们为何要找那位女红人的时候 这位阿里克尔战士则表示,这与我们的调查无关 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只能先找城内的女性红人人问问他们各自的情况了 那所幸的是,白曼城的女性红人人并不多,只有三位 分别是布莱斯的母亲,莎弗尔,纳奇姆的妻子,阿赫拉姆,以及当地酒馆的侍女,萨利亚 然后我们找莎弗尔对话,她的回应则是对阿里克尔战士的事情毫不知情 那接着对于纳奇姆的妻子,阿赫拉姆,碧射可能是忘了,她也是红人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则无法与她交流 这样最后,在《蒙瓦之奇酒馆》当我们找萨利亚对话的时候 在听到我们说有阿里克尔战士正在找一位女红人之后,她就会变得非常紧张 并怀疑自己已经被发现,随后她就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而至于细节,她则要求与我们私下进行交谈 那到这时候,显然萨迪亚也就是那些阿里克尔战士所要找的人了 因此我们接下来也就有了两种选择 一是跟着萨迪亚,看看她到底是需要什么帮助 二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按之前那位阿里克尔战士所说的 去洛利克镇给他们提供我们的调查结果 那如果我们先选择第二种方式 就可以在洛利克镇的双果酒馆找到这两位阿里克尔战士 然后由于他们还是不能够进城去抓捕萨迪亚 所以他们就会让我们先把萨迪亚信到白曼城外的马厩 而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再回到白曼城找萨迪亚 就可以通过这样一段新的对话把萨迪亚骗到白曼城外的马厩 这样在我们跟着萨迪亚一起来到城外马厩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位叫凯马图的阿里克尔战士 正在这里等着中了圈套的萨迪亚 然后通过一段简短的对话 最终萨迪亚就会被凯马图使用麻痹术祈祷 接着通过与凯马图的对话 我们不仅能够从他这里获得一些金钱奖励 而且也能知道他们之所以要抓捕萨迪亚 是因为他之前把洛锤城坦尼斯城的重要信息 出卖给了先祖神州 导致了那座城市被攻陷 而在洛锤城的反抗军成功击退了先祖神州之后 现在他们就要把萨迪亚抓回到洛锤城 让他接受审判 这从背景历史的角度来说 大体上也是正确的 因为在豪达战争前期 洛锤城的南部就被从海上突袭的先祖神州基本占领 后来一直到第四纪元175年的浩大战争结束之后 又经过洛锤城反抗军长达五年的持续抵抗 才最终在二十多年前 通过第二次斯托勒斯麦凯条约 把苏默领导的先祖神州从洛锤城赶走 但是对于当时坦尼斯城是如何陷落的 也并没有具体的背景历史 可以佐证卡马图对萨迪亚的指控 而且如果我们当时在萨迪亚的身份暴露之后 选择站在特那边 那么对于这群阿里克战士追捕他的原因 萨迪亚则是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首先在我们跟着萨迪亚来到二楼一间小屋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威胁我们 并质问追捕他的阿里克战士的情况 当然他的这种过激反应其实只是一个下马威 因为这里不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回应 萨迪亚都会转变他的态度 并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然后他也会继续提到 他是出生于洛权省苏达家族的贵族 这名其实叫伊曼 而那群追捕他的阿里克战士 则是一群受雇于仙所神舟的佣兵四客 对于具体为什么新祖神舟要追捕他 萨迪亚也不是特别清楚 只是猜测可能是由于他曾公开反对过 先祖神舟 而对于我们该如何帮他摆脱这次追捕 萨迪亚提出的策略就是 除掉那群阿里克战士的头目凯马图 之后其他的佣兵就会因此四散而去 接着对于我们该如何找到凯马图 萨迪亚则建议我们去城中的监狱打听一下 因为他听说最近有一位阿里克战士 在试图潜入城内的时候 被守卫抓到了 阿里克战士的头目凯马图 那接着在我们来到龙林堡地牢的时候 也确实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位被囚禁的阿里克战士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这位被捕的阿里克战士这里 获知凯马图的下落 还必须先帮他交一百亲密的罚金 很简单 在我们找到附近的守卫交了罚金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从他这里得知 凯马图是藏在白曼城西边的一个叫聘子老巢的地方 同时他也提醒我们 我们直接去找凯马图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这里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就是 虽然我们替他交了罚金 但白曼城的守卫则会故意不释放这位阿里克尔囚犯 对不起 我的耳末不太好 你说什么 我说我的账是账了 现在让我出现 对对 对 那接着在我们到了骗子老巢附近之后 在门口这里我们就会遇到一名 所谓的强盗逃犯 那显然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强盗窝脸 然后在我们进到内部之后 在开始这里我们也会听到前面两位强盗的在讨论 最近躲在他们这里的阿里克尔战士 那通过这里我们也就知道了 以凯马图为首的阿里克尔战士 其实是收买了这伙强盗 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散事的藏身柱 然后由于我们也无法与之后强盗交流 所以就只能够一路杀到最后 这样在我们来到这个水帘洞附近之后 凯马图就会主动劝我们放下武器 先与他谈一谈 那到这时候 凯马图对于为何要抓捕萨迪亚的理由 则是和之前一样的 另外对于萨迪亚指控的他们是刺客 凯马图也予以否认 便坚称他们的目的是把萨迪亚押送到洛腿省 接受审判 你们看别的 不认为卺盗 你不认为恨学 你也不信 尤其确 不信 没有 martberish 她证明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何我们接触她 就是 不信 这样到最后 我们就可以在凯玛图和萨地亚之间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凯玛图 之后的事情则是和之前一样 也是需要我们先把萨地亚骗到斑满城外的马厩 而如果我们这里选择相信萨地亚 那之后也就需要我们面对这样一场比较困难的战斗 那我们可以避免凯玛图你 非常好 如果那是这样的方式你想玩 我们会 你永远不应该来这里 你现在是我的 封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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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我们最终欺下了卡马图之后 再回到斑满城酒馆 萨地亚赛感谢我们的同时 也会给我们一些金钱奖励 另外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 从最终收益的角度 这条支线其实也有一个两拳其美的选择 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马厩这里 来获得卡马图给我们的奖励之后 然后再杀掉他 而接着 萨地亚身上的马笔术就会自动失效 当然这时候他在看到我们的时候 则是会与我们为敌 但是因为他的等级非常低 所以我们使用一些简单的瓶颈术 或者是镇定法杖 就可以让他停下攻击 而这时候通过一段新的对话 我们则是能够从萨地亚这里 获得第二笔金钱奖励 那只不过这种方式 在我们的瓶颈术失效之后 萨地亚依然会攻击我们 当然这时候我们在杀掉他 也不会触犯法律 在这就是 如果我们在获得卡马图的奖赏之前 杀掉这位佣兵首领 那么起身后的萨地亚 本不会是我们为敌 当然对于这条支线 究竟能够获得多少收益 现在相信大部分装金宝 都已经不太关心了 而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 究竟哪一方说的是实话 我们到底应该支持萨地亚 还是卡马图 这个话题在之前 也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其中支持红女 萨地亚的装金宝是认为 首先阿里克尔战士 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要不然斑斑城的守卫 也不会阻止他们 而且如果他们是坦尼斯城派来的 多少应该有一些官方文书 让他们可以在斑斑城进行调查 再者 如果我们在野外 有时则会遇到 一些阿里克尔战士 似乎是在随意抓捕一些红文人 虽然他们最终会有 因为证据不足而停手 但这个人的感觉明显是太专横武断了 因为如果有位普通的红人女性 恰好脸上也有伤疤 那岂不是就直接被他们冤枉了 另外如果作为官方指派的工兵 他们为何又偏偏选择 与一群在骗子老巢的强盗进行交易 最后非常有争议的一点就是 虽然卡马图在最后这里向我们保证 会把萨迪亚压送到洛锤省进行审判 但之后我们却能够在白曼城的王者之厅 找到萨迪亚的骨灰 然后支持阿里克佣兵的则认为 萨迪亚所说的先祖神州 已经在二十多年前被洛锤省赶走 他们现在不大可能再派佣兵 把他抓回到洛锤省 然后就是德索说的苏达家族 也没有在任何布景资料当中有提及 再者即便他公开反对过先祖神州 那这也不至于让先祖神州 在千里迢迢洛派佣兵过来抓捕他 因为毕竟洛锤省反对先祖神州的红人 实在是太常见了 那最后就是 如果作为一名贵族的萨迪亚是清白的 那在洛锤省已经赶走先祖神州 二十多年之后 为什么他依然要隐姓埋名 留在天际省 那前面这些支持萨迪亚 或者是阿里克佣兵的理由 就是阿普找到的其中一些比较常见的 然后就是现在阿普在回顾这条支线 也是有了我自己的一种猜想 首先个人认为关于双方的身份 他们说的应该都是真的 也就是开马图带领的阿里克尔佣兵 确实就是坦尼斯城或者是洛锤省的官方 派来把萨迪亚带回到洛锤省 接受审判的 只不过由于之前 可能是因为匆忙出行 他们并没有拿到官方的文书 或者是在这段非常漫长的旅行当中丢失了 另外因为他们是一只武力仕途的佣兵 所以在比较排外处在内战当中的天际省 他们确实很难得到天际省官方的认可 再者因为他们是反对先祖神州的 所以为了避免在天际省遭到苏默的抓捕 他们也就只能花钱过温一些强盗 作为保护 然后萨迪亚确实也是出生于洛锤省的贵族 塞塞的话 他的家族当时在于苏默军队决一死战之前 应该是让他先逃离了坦尼斯城 然后在逃亡途中 得知洛锤省南部遭到大规模入侵的萨迪亚 也曾公开呼吁过 洛锤省的民众要积极抵抗新祖神州的入侵 再者如果他当时是出卖了坦尼斯城 那按照正常的逻辑 萨迪亚即便得不到新祖神州的直接保护 那么他逃走的方向也应该是向南 因为毕竟新祖神州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是更大的 而不是逃向当时在浩大战争当中 坚决支持帝国抵抗新祖神州的天际省 然后由于在战后 苏默通过白金协议很快就渗透到了天际省 加上又得知他在洛锤省的亲人 都已经在浩大战争当中遇难 所以担心苏默报复的萨迪亚 也就选择继续隐姓埋名 留在天际省对外政策最开明的百曼城 那至于为什么卡马图要来天际省抓捕萨迪亚 阿布塞瑟这应该是苏默为了挑拨离间 而故意针对洛锤省放出的谣言 也就是卡马图对萨迪亚背叛坦尼斯城的指控 就是苏默刻意编造的 因为一方面苏默在浩大战争失败之后 就改变了之前以军事手段吞并泰姆尔大陆的策略 转而使用一些阴谋诡计 来暗中削弱其他各方势力 而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猜想的假设条件是 萨迪亚是苏达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所以这个谣言的真实性也就很难得到验证 那也因此坦尼斯城的现代统治者 应该就是找到了阿里克尔佣兵去搜寻萨迪亚 希望把他带回到洛锤省 通过审判来验证这个谣言的真实性 但是这种搜寻对于逃亡中的萨迪亚来说 显然就很容易引起他的误解 那从这种猜想上看 可能有人会认为 让阿里克尔佣兵把萨迪亚带回到洛锤省 从而破除苏默编造的谣言 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狡猾的苏默可能之前也预料到了这种结果 所以押送萨迪亚的阿里克尔佣兵 很可能就会在半路 骚到苏默的拦截 从而被一网打尽 那这种进一步的猜想 也恰好能够解释 为什么在几天之后 我们可以在斑满城的王者之亭 看到萨迪亚的骨灰罐 当然对于这个线索 之前也有很多人把其归咎于 是游戏脚本程序的错误 而不是必是编剧的意图 不管怎样 如果未来老龚6真的是设定在落锤省 而且时间线是紧爱着老龚5的 我们就可以期待 未来在坦尼斯城 我们或许就能够了解到 这位红文女背后的真相 最后就是 关于红文女的这条支线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论证理由 或者是其他版本的猜想 或者是认为 UP的猜想还不够完美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那还是喜欢这里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订阅 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特别感谢 以下这些小伙伴的打赏支持 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